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,这个时期的皇帝也大多是荒淫无度,残暴无比的皇帝。 而最荒淫无度,残暴无比的皇帝当属刘宋王朝前废帝刘子叶。 就是这个刘子叶,不仅乱朝乱政,淫乱后宫,丧失人伦,而且杀人如马,嗜血如命,无恶不作。 其滔天罪恶,庆竹难书,无不令人发指,那真的叫人神共愤。 这位皇帝可了不得在他16岁的时候就登基为帝,成为一个年纪轻轻的实权者,这在历史上可并不多见。 等一位小皇帝登基,那些大臣们以为只是一个小孩子,翻不起什么大浪。 可谁知,这位皇帝在位仅仅两年时间,做的事却连宙王、杨广都无法相比。 刘子叶在位期间不仅将自己的叔叔当猪养,甚至还干出了羞辱祖先的事情。 相比于他对自己姑姑和姐妹所做的事,这些事都算小屋见大屋。 说刘子叶之前,咱们介绍一下他的父亲。 他的父亲刘俊也是一个著名的秦寿皇帝,具体有多秦寿,今天就不重点讲了。 在他们家族一通内斗之后,刘俊断掉了自己的哥哥后几位,为宋孝武帝。 当时民间有哥谣说,摇望健康城,小江逆流营,前见子杀父,后见弟杀凶。 刘氏家族为了皇位的连番血战,其实只是为了历史上最荒淫无度,惨暴无比的皇帝刘子叶登基,做了一个血色的铺垫而已。 大明八年,即公元464年,刘俊驾崩,其嫡长子刘子叶即位,年号永光。 此时刘子叶年近16岁,刘子叶可谓是名如其人。 他登基后的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恶劣行径,都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一样,正是子承父业,而且比他更高一筹。 刘子叶的父皇刘俊荒淫无耻,令人无法想象,把他的几个堂姐妹通通收归后宫,供自己迎乐。 而他的儿子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居然和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公开乱伦。 他这个姐姐名叫刘楚玉,被册封为山鹰公主,这是已经嫁给驸马多位和姬为妻,他自容秀美,性格风流。 驸马一人满足不了他,就打起了自己皇帝弟弟的主意。 刘子叶本是好色之徒,早就对姐姐的美色垂涎三尺。 现在看到姐姐对他有意,自然是大喜过望,于是把他召进宫来。 一夜春风之后,这姐弟俩竟像是一对夫妻恩恩爱爱。 刘子叶龙心大悦,也给了山鹰公主优厚待遇,给他进爵位为惠姬郡长公主。 志同郡王,使汤木翼两千户,给鼓吹一步,加剑班二十人。 不久,山鹰公主觉得皇帝弟弟也不能满足她了,就对皇帝弟弟提出了新要求。 妾与陛下,虽然男女不同,但都是先帝的骨肉。 陛下你后宫无数,美女如云,我却只有驸马一个人。 这事情太不公平了。 刘子叶想想,姐姐说的也很有道理,就给她找来了三十个面首,以满足其情欲。 没想到山鹰公主得到这些面首后,芳心大悦,召欢慕乐,云语无度,竟怕皇帝弟弟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。 刘子叶被姐姐冷落了,情于难耐,便开始打起自己姑姑新菜公主刘英妹的主意。 新菜公主和她的妃子陆世时远亲,不时到宫中探望。 刘子叶见她虽然年近三十,却生得性恋陶塞,千娇百媚,风情万种,十分可忍,就动了觊触之心。 一次她接路飞的名义,把新菜公主召进了后宫。 新菜公主进得宫来却不见路飞的踪影,只有皇帝刘子叶坐在那里,不惊奇了疑心,就向她询问路飞何在。 对于柳英妹来说,16岁的刘子叶犹如自己的儿子一般,看她的眼神中都充满了慈爱。 哪知柳子叶更不答话,竟把她抱上了笼床。 新菜公主大惊,拼命挣扎,还大叫着说,自己可是皇上的姑姑,皇上不能做这样乱伦的事情。 柳子叶却说,姐姐尚能侍寝,姑姑又又何妨,后来见新菜公主还是不从,就抽出剑来威胁她。 你要是不从了我,我就先灭了你,然后灭你全族。 新菜公主无可奈何,只好半推半就,一面是自己的族人, 一面是面对内心道德的谴责,最终她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家人。 柳子叶得到新菜公主对她十分迷恋,一直留她在宫中,日夜事情,不肯放出宫去。 这时新菜公主的小儿子生了疾病,她的丈夫宁硕将军何迈爱子心切,连连催促公主回府。 柳子叶一看躺塞不过去,就索性找了个宫女的尸体封在棺材里给何迈送去,假称新菜公主已经抱病而亡。 但作为丈夫的何迈,难道分不清同床共振多年妻子的遗体? 自然不是。 为了弄清楚这件事,她花费无数心血,最终得知刘盈妹并没有死去,而是被皇帝柳子叶给霸占了。 一时之间,何迈血气上涌,大怒道,不杀你,事不为人。 由于何迈平时豪爽大方,又是将军之子,手下也养了一批为她笑死中的人,于是她便开始谋划如何废除刘子叶,扶持刘子勋为帝。 然而上天却没有站在她这一边,还没开始行动,计划就被泄露出去,刘子叶趁其不备,轻率大军,一举将其灭掉。 后来刘子叶便心安理得地让新菜公主常助攻。 而且封她的这位姑姑为贵嫔,为了掩人耳目,还让她改成谢姓,后来又要封她做皇后,但遭到了她的这位姑姑的苦苦拒绝。 刘子叶只好立了陆飞做皇后,但对她的这位姑姑一直宠爱有加。 除了刘姓本族的女子外,刘子叶对和刘氏皇族通婚的女子们一个都没有放过。 当然她不是自己亲自上阵打理,而是让外人墙上这些女子,自己在一旁取乐。 一天,她下令召集朱王的妃嫔公主入宫,等她们都来了,就下令左右侍卫姓臣一起脱取衣服,当下和她们共服巫山。 这些女子都吓得花容失色,四散奔逃,却哪里能跑得过那些如狼似虎的侍卫? 顿时响起一片惨糊之声。 南平王刘朔的王妃江氏,说什么也不肯做这样的事情,只斥刘子叶,倒是这些女眷都是陛下的亲戚,怎么能如此羞辱? 刘子叶大怒,就威胁她,要是再不从,就把她的三个儿子杀掉。 江氏仍然不一,于是刘子叶就打了她一百鞭子,当即派人到江氏家中,把她的三个儿子抓来,当着她的面全部看了。 这样一来,那些女子谁还敢违抗刘子叶的命令,只好含恨受辱,让那些侍卫为所欲为。 刘子叶对着这一派荒淫惨烈的场面,却洋洋得意,细细地欣赏起来,还不时地在一旁拍手大笑。 刘子叶的叔叔刘秀仁的母亲建安王太妃成事,年轻不惑,而容颜还显得十分年轻,风韵犹存。 刘子叶救命右卫将军刘道龙,监巫见安王太妃,并让刘秀仁在一旁观看。 刘子叶对左右心服说道,刘秀仁若稍有不满,你们就杀了他。 陈太妃害怕自己的儿子被杀,准得默然承受这种羞辱,而刘秀仁此时也目不踏实,十分平静。 刘子叶这才把他放了。 当然,刘秀仁不会忘了这样的奇耻大辱。 后来他帮助湘东王刘玉,夺得了地位。 刘子叶不仅荒淫无耻,乱伦无度,而且还滥杀无辜,不仅狂杀自己,同性骨肉,还灭掉了许多大臣将军,近臣密妻,搞得人心惶惶,朝不保夕。 刘子叶特别极恨他的六个叔叔,于是就把他们全抓进京城,将其中最胖的三位关进笼子里,每日供应猪食,另起共食。 他将其中最胖的叔叔湘东王刘玉,命名为诸王,肆意侮辱取乐。 至此,刘子叶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。 太史元年,即公元465年11月,将军柳光氏,兽济之等人合谋将刘子叶杀死,随即与刘修仁等王公大臣雍丽,被刘子叶命名为诸王的刘玉即位,史称宋明帝。 刘玉当上皇帝后便以淫乱的罪名将山鹰公主留出于刺死,让他的那三十个面首为他殉葬,并命人为刘子叶收尸,草草埋葬在墨林的一个乱葬岗子中,称之为废地。 就这样,刘子叶仅仅当了一年的皇帝就死于乱刀之下,此时他才17岁。 这个小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,他的这种乱朝乱伦乱晨期的疯狂生活,只有一年的时间便戛然而止了。